美国最先进的侦查和打击一体无人机 RMQ-9B无人机在2025年之前可以顺利交付台湾吗? RMQ-9B无人机单机造价超1亿美元为何如此难贵? 台湾接受RMQ-9B无人机后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 美国国务院在2020年3月批准了向台湾出售试驾 RMQ-9B海上卫视中高空长航时无人机订单 2023年5月美国空军代表台湾已经向 美国通用原子公司Zenor Atomics完成下单 预计试驾RMQ-9B无人机及其支持设备 将在2025年前可以完成全部交付任务 由于乌克兰订购了RMQ-9无人机及需生产交付 美国空军发言人2024年3月回复台湾时说 台湾采购4架RMQ-9B海上卫视Siguardian 及两套地面控制系统将分两批交货 分别在2026年和2027年完成 总价约4亿6700万美元 约新台币148亿4300万元 根据美国空军最新回复信息 2027年底前完成RMQ-9B无人机全部交付 RMQ-9B型查打一体无人机单机造价1亿美元贵吗 RMQ-9B是美国研制的中空长航时查打一体无人机 是美国当前主力侦查和打击一体无人机 是美国捕食者 收割者系列无人机最新改进行 美国上世纪90年代开展捕食者系列无人机研发 主要用于战场持续侦查监视和实时目标打击了5美国通用原子公司 为捕食者系列无人机研制厂商 捕食者系列无人机主要包括RBC三种型号 1994年1月开始原型机研制工作 1994年7月原型机完成首飞测试 1997年该项目正式移交美空军及捕食者A型 该机扮演侦查角色 可发射每Z-RM-114秒地域火控地飞弹 或发射每A-RM-92秒毒四空空飞弹 2002年6月美国空军正式将携带地域火飞弹 而RQLB无人机侦查机命名为RM-QOEB RM表示多用途反映了捕食者从侦查无人机发展 为多任务型侦查和打击一体无人机 RM-QOEB无人机装载雷神公司多频谱瞄准系统 采用一个增强型热成像器 高分辨率彩色电视摄像机 激光照射器和激光射据器 此外还安装了Tilent Radiance超频谱成像器 它可以穿透数月探测隐蔽的地面目标 同时装有信号情报收集装置 美空军第11及第15侦测中对先后装备了 RM-QOEB无人机担负作战指板并参与了 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有门等地的反恐战争 据取得了侦查和对地攻击的战绩 21世纪以来全球反恐战场对无人机需求不断增加 美空军开始在M-QOEB无人机基础上研制体型更大 可靠性更高和操作更便捷的捕食者B型无人机 2001年2月首架安装威奖发动机捕食者B型首飞 同年10月交付美空军正式编号为MQ-9 MQ-9也是世界上第一种装围长时间进行高空侦查 任务而设计的武装无人机 在MQ-9基础上 先后发展出MQ-9A死神 MQ-9A死神是一种中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系统 主要用作针对关键时间敏感目标的打击 其次是用作情报收集平台 综合传感器逐渐包括具有移动目标指示 能力的合成孔径雷达SARM-Ti 即安装在一个钻塔内的光电中部红外传感器 激光测具鱼和目标激光指示器 MQ-9A无人机在机翼下面设置有6个挂点 具有多种挂带形式如空洞地和空洞空武器挂载方案 以完成对地使命关键目标打击和空中自卫任务 MQ-9A死神服役于2007年 目前有超过200架在美国空军服役 捕食者系列无人机国际用户包括英国、法国 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印度、澳大利亚等多国 2020年3月美国国防安全局公布一项武器出售计划 美国国会已经批准的这项武器中被出口交易室 向台湾提供4架MQ-9B海洋卫视无人机军售订单 总价值约4亿6700万美元 约薪台币148亿4300万美元 这一消息传出后外界普遍质疑 MQ-9B无人机为何如此昂贵 单机造价超过1亿美元 MQ-9B是美国研制的中空长航时查打一体无人机 是美国当前主力侦查和打击一体无人机 是美国通用原子航空公司无人机大家族的最新成员 也是MQ-9系列查打一体无人机的最新型号 随着美军在军事行动中使用无人机的需求不断增加 MQ-9性能虽然强大但是用作战环境用途较为单一 无法满足和实现更多样的作战环境使用要求 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决定 在MQ-9基础上 研制了MQ-9B模块化多用途无人机 绰号也重新命名为天空卫视海洋卫视 2016年2月通用原子公司宣布MQ-9B是非成功 MQ-9B布局采用大展显比中单一害上V型为易设计 机身采用半音壳式结构长度11.7米 非成立结构和部分蒙皮采用复合材料 一展增加到24米 最大飞行高度12192米 飞行速度达444千米每小时 此外MQ-9B无人机的使用说明更长 可达4万飞行小时是MQ-9A型的两位 动力方面 该机动力系统后置安装一台美国霍尼维尔公司的 TP331-10基地行为奖发动机 驱动一部麦考利罗选奖系统公司的 可便奖具推进式事业旅自罗选奖 发动机集成了数字电子发动机控制的一个系统 这款发动机能输出900匹马力的动力 可使该机在巡航高度上保持276-313公里每小时 这巡航速度连续飞行急速可达到482公里每小时 该机作战高度7500米作战半径 又1850公里 航电设备方面 MQ-9无人机采用三余一度设计的飞控系统 并集成诺格公司的LEN-100G贯导全球定位系统 还集成欧洲加利略卫星导航系统 以提升通信链路稳定性 MQ-9B安装的多光谱目标瞄准系统IMT-S4 美国雷神公司研发的光电红外侦察瞄准系统 最新型IMT-ISD光电红外侦察瞄准系统采用 直径50厘米的六轴稳定钻塔平台 集成可见光层像红外热层像激光测距 激光照射等多型传感器 具备目标自动跟踪于指示目标照射与5C引导 多波段图像融合显示等功能 SDI采用2048-2048像素胶平面阵列成像器件 具备良好的远程目标发现和识别能力 可提供高分辨率目标图像和全动态视频 同时能够为GBU12激光制导炸弹核 而GM-114空地导弹提供目标指示核照射 SDI采用数字化设计 内置检测单元可自动检测系统工况 减少人工维护次数 保证系统高可靠性 按K-29B安装LINX多模式雷达可提供穿透云与烟雾 杀成等恶劣气象条件的全天候监视能力 它具有质量轻体积小分辨率高和应用模式多等特点 LINX多模式雷达具备的功能包括 核神孔径雷达SAR功能提供巨速和调带成像模式 调带模式用于对较大范围进行快速成像 巨速模式用于提供照片级别的高分辨率雷达成像 通过核神孔径雷达或光电探测设备 可识别目标到底是军舰 后轮 渔船 还是潜艇 地面动目标指示功能自TTT提供的针对 缓慢移动物体的检测和指示能力 MT 并在发现目标后自动切换至光电载荷进行目视跟踪 海洋广于搜索功能MUAS 可结合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AIS对船舶目标进行探测 跟踪与识别 MQ-9B海洋卫视配备雷神公司的海洋监视雷达 SeaVooxMIC海洋监视雷达是新一代海面搜索雷达 该轻型机载雷达可不属于各类小型海上巡逻平台 CVO-RX-30雷达主要用于探测各类海上目标 其中包括制航式半潜船等低可探测性目标 该雷达可广泛应用于海面目标搜索 船舶目标成像 搜索与救援 专属经济区巡逻 海洋环境和浮兵监测等多种任务 该雷达具备目标自动检测与跟踪功能 可对上千个海上目标进行自动分类 并结合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将探测数据与 自动识别系统关联识别潜在威胁目标 减少人员工作量 同时可使用机载数据处理资源进行情报处理 结合数据压缩技术将情报数据下船至地面控制站 减少对下行数据列入资源的需求 该雷达显著增强MQ-9B无人机海洋感知能力 外形方面 MQ-9B海洋卫视的主翼比原型机增加了一艘小异 这一设计是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艾姆斯研究中心 而专家在上世纪80年代发明的 其主要作用是减小 一间诱导主力并且增大一展和增加胜利 所以后来客机和运输机都开始应用一艘小异 以增加航程和减少油耗 而MQ-9B海洋卫视是世界上第一种 应用一艘小异的大型中高空无人机 就是为了满足用户对于该机大幅提升航程的需求 据美国通用原子公司称增加了一艘小异后 MQ-9B巡航时间超过40小时 武器方面 MQ-9B海洋卫视大型模块化多用途无人机的 外挂点从MQ-9秒捕食者原型机的8个增加为9个 可以携带超过2100攻4700磅的有效载荷 可挂在8枚RZ-114秒海沃法空对地导弹 或者携带4枚RZ-114秒海沃法空地导弹机 2枚RZ-230千克的GBO-12秒保时路激光制导炸弹 还可携带GBO-38秒杰达母卫星制导炸弹 以及卫星空射诱饵弹等 升级后的海上卫视集成了最先进的海上情报 监视和侦察 IS-2功能 而且还是同类产品中第一个 能够在海面以上和以下进行实时搜索和巡逻的无人机 MQ-9B到底贵不贵 此次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对台出口5系装备清单来看 除了4架MQ-9B无人机 还包括光电关秒系统 雷达 定位导航系统以及制导炸弹组件等 再加上后勤保障和人员培训等费用 所以单纯就4架MQ-9B无人机总价为4亿6700万美元 每架无人机单价确实贵得离果 如果再加上这些配套设备及诸多保障培训费用后 这个总价还是比较合理的 台湾接收MQ-9B无人机后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 侦查及监视任务 首先MQ-9B海上卫士无人机在台湾服役后 将可以执行每周7天和每天24小时持续监视任务 无人机系统对海洋监视机制将形成 这一任务机制需动用4架飞机 一架在空中 一架在返航 一架在地面待命 还有一架备用 由于MQ-9B海上卫士无人机配备包括 NCT多光谱瞄准系统 M8合成孔径雷达 IMX20红外光电探头 及意大利兰昂纳多公司的 C-SPRAY-7500EV2有源相控阵海上搜索雷达 HERSAID-750电子监视系统ESM等 侦查和监视范围将可覆盖整个台海地区 也可以远赴南海执行侦查监视和反潜任务 目前日本海上智慧队与海上保安厅正在共同 运行IMQ-9B长航时无人机 进行影像收集和海洋监视并共享影像信息 通过IMQ-9B无人机提高了海上管域监视能力 执行反潜任务 潜艇是海战中非常具有威胁的作战平台 集出海水实现的隐蔽性 在战争中神出鬼没 基于对手致命一击 台湾四面领海在经济和军事上对外界极度依赖 因此特别重视反潜站 为拓展海上防御众生 台湾军方坚持外线反潜为主 强调飞机的运用 逐步构建指挥自动化系统连结 包括岸基对前声纳站 水下监测器系统 水面舰艇 潜艇 反潜飞机和反潜无人机在内的完整作战体系 对南北两个航线即东不大洋 形成立体反潜作战能力 固定翼反潜机飞行速度快 机动性强 反应迅速 可在短时间内抵达战区进行大范围搜索攻击潜艇 反潜机每小时可搜索1500平方千米以上的面积 反潜机拥有完善搜潜设备和工潜武器 汇装被雷达 增纳浮标 磁碳仪 光电搜潜装饰等多种搜潜设备 发现潜艇后 可用深水炸弹和鱼雷等攻击潜艇 长期以来 在潜艇与反潜机对抗中 反潜机一般处于 优势地位 如同于鱼鱼的关系 美国通用原子航空公司宣布世界上第一个巨偶 独立反潜作战能力的 无人机系统的研发已经完成 在MQ-9B海洋卫视无人机机复安装了一个巨偶 对海搜索功能雷达 机翼下的挂架则挂在此探测仪 定向频率分析 深纳浮标吊舱以及反潜鱼雷 深纳浮标吊舱有两种 一种容纳10个符合美国海军 标准2型深纳浮标 另一种容纳20个G型深纳浮标 后台操作员可以操作无人机 在海上监视巡逻反潜 并可以部分代替P-3C或P-8A 有人驾驶飞机的作用 MQ-9B反潜无人机利用雷达 和光电吊舱搜索 在水面航行舰艇或海面下航行的潜艇 对于潜航在水下的潜艇 则是用磁碳仪 深纳浮标 进行搜索 发现后可用鱼雷和深水炸弹进行攻击 MQ-9B查打一体无人机 滞空时间超过40小时 可长时间执行海上监视和反潜巡逻任务 此外 反潜无人机的操作员可安全在地面进行遥控 即使有战损也没有人员损失 台湾固定翼反潜飞机中 MQ-9B无人机的到来可以 与12架P-3C列互坐海上反潜巡逻机联合作战 MQ-9反潜无人机主要用于高风险海域反潜作战 第三C列互坐则在几方F-16战斗机保护范围内活动 通过卫星数据连将投放的深纳浮标所获取的信息 与作战飞机 舰艇和空中预警机等互相共享 实现立体化反潜网络中不同作战平台的高效协同 MQ-9无人机的到来增加台湾操作无人机的经验 降低了长时间海上和空中侦察监视的运行成本 强化根据成本效益的不对称作战能力 并大幅提升了海上监视 侦察和打击能力 进一步完善台湾的新型海空一体反潜作战体系 战场支援能力 从欧战场上 配备有IM-X20多光谱瞄准系统 CVO多功能巡逻雷达和SAT-750电针系统的 MQ-9无人机是非对称作战的重要异环 它是各类武器的眼睛 可为陆基于叉反舰导弹 塔将及轻型护卫舰 导弹巡逻艇 攻击无人机和潜艇等提供打击指引 台湾海军造舰计划是推进塔将及轻型护卫舰 该护卫舰 采用穿让型双体船型 并采用隐身设计 该舰排水量不到700吨 却包括了一门76毫米舰炮 一套密集阵禁防系统 12枚雄风反舰导弹 以及16枚海舰二中层舰空导弹 收舰艇敦位限制 虽然装备大量武器却无法安装 高性能的对空和对海搜索雷达 导致自身收集 战场情报能力薄弱 根本无从发挥导弹的性能 但MQ-9无人机却可以提供对空和对海搜索 并为其进行各类武器的攻击进行指引 这就使塔将护卫舰成为真正的航母杀手 以上武器的搭配有利于运舰一座以分散布置 灵活响应的摊案防御主绝体系并配和台湾 岛内的地形、地貌、乡镇、建筑物等自然优势 形成多层众生防卫能力以增加防卫密度 提升台湾在潜在冲突中的存活力及反制力 武器越强大战争越残酷 和平才是人们的共同期盼